欢迎大家回来我第一个小年教的数学video 这个video是A-level的数学 我们叫做A-level Mathematics 首先我们会讲第一课开始 因为整个A-level的数学有很多课 包括一些简单的微积分 包括一些简单的algebra 或者其他的数学都有 首先第一课是由很简单的入手 就是分数开始 而分数是属于algebra的一个代数的运算 我们看看我们今课会讲什么 这个video或者这几个video 我们都会围绕着algebra的faction 例如分数的运算 分数的加、减、乘、除 pastle fraction就是分数的分解 repeat fraction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分数的因子 是重复的我们怎么去分解那一条分数的息子 接下来就会是分数的division 就是我们怎么将一些代数的双除 尤其是分数的一些息子 我们怎么由一个equation去双除 我们不是普通的number双除 是equation双除 我们看一看 由第一节1.1节开始看 1.1节将会是讲 algebra的faction 我就会转去用电话去录下 我做那个数识的时候 一路讲解 是告诉大家怎么做的 我现在转去电话的算式 就是关于algebra的faction calculation 加、减、乘、除、除、multiplication division act and subtraction 关于代数的faction 我们叫做altebic fraction 金堂我们就会教1.1节 1.1节就是definition 首先我们学数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看了definition definition很简单 to multiply fraction cancel any common factors then multiply the numerator and multiply the denominator 这个意思是什么 numerator就是分子 一个分数里面的分子 denominator就是一个分数里面的分母 例如 5分之2 上高2就是numerator 下面的5 我们就叫做denominator 它的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代数 例如我有一条数 我给大家看一些例子 例如一条数 我们是a overb a除b 乘比c overa OK 那我们如何去简化它 就是我们简化它呢 我们就会看看 将numerator 和nominator 互相相成 我们就会有a乘c 接着就是b乘a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看numerator 就是分子 和分母里面 有没有一些common factor common factor factor 的意思呢 就是 它们的共同因子 我们叫做因素 这个共同因子 就是这两个a 这两个a 我们可以互相弱 所以答案呢 就会是c over b 就是b分之c 这个呢 我们称为simplify simplify 的意思 就是我们将一些 比较复杂的代数 的式 变成了比较简单的代数 的式 给大家多一条的例子 去看看 这条例子 比较复杂 over x square minus 1 其 如此类推 那我们怎么去simplify 呢 首先我们将它 上高这个 就是x加1 除以2 接着乘比3 那其实 x square 减1 其实就是等于 x 减1 乘x 加1 OK 那这个就是x square 如果大家还记得乘法 就是如果有两个式相乘的话 你是这样乘的 OK 1和-1 乘完之后就是-1 可以吗 那这个就是1 乘x 这个是x x乘-1 就是-x 这个x乘-x 这个x乘-x 就是x square 将它加起来之后 你会发觉这两个没有了 那就会得出x square 减1 所以x square 减1 也就是x-1 乘x加1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factorize 将它分解开两个因素 这个因子我们会发觉 分母x加1 和分子的x加1 和分母x加1 我们就可以互相弱了去 接下来 我们就会剩下3 除比2x-1 这个就是我们simplify 之后的答案 这个我们称为simplification 在这一节里面1.1 这一节 lgbic fraction 就是教大家 如何将一些比较复杂的色 例如这个 这个色 是simplify 就是我们叫做 简化了 成为这一条的色 我们叫做simplification 或者我们叫simplify ok 接下来 在这一节里面 我们也提及另一件事 就是definition 这个definition 就是说什么 这个definition 就是说to devise 如果我们要除两个faction faction 就是分数 我们两个分数 相除 而multipy ok 其实我们就会将 相乘 成什么呢 就是the first fraction 第一个分数 by the reciprocal 就是倒数 of the second fraction 什么叫倒数 倒数很简单 就是把分母和分子 倒转我们称为倒数 例如 如果你有五分之一 它的倒数就是五 即是一分之五 这个就是倒数 recipical 如此类推 譬如是三分之二 倒数就是二分之三 这个我们称为recipical 一个倒数 这个definition 在说什么呢 上高的definition 就是说 如果你将两个分数相乘 就是分子乘分子 分母乘分母 如果将两个分数相除 就是上高的分子 乘比下低的分母 下低的分母 乘比上高的分子 什么意思呢 我们做一个example 大家就会清楚什么意思 我们看看其中一个简单的example 变成一个複咒的example 给大家看 简单的example 譬如 我们有 A over B 除比 这个不是成比 这个是除比 这个A over C 也就是等于A over B 是成比C over A 这个我们称为倒数 这个我们称为倒数 除比这个分数 就是成比它的倒数 这两个我们可以相约A 做答案 simplify 之后 就是C over B 就是B分子C 再比一条 再复杂一点 这个是第一条式 第二条式 复杂一点的一个 代数的式 看看我们如何去做 譬如是 x加2 over x加4 除比 除比 就是3x加6 over x2-16 那我们就会将它 这个是除 我们将它变成成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倒数 我们就会有 x加2 除比 x加4 成比 x2-16 除比 3x加6 我们就称为 reciprocal 一个倒数 除比一个分数 就等于成比 它的分数的倒数 那上高 我们就可以 将这个 x加4 写回这里 将上高这个 x2-16 其实就是 x-4 乘比 x加4 这个就是fraction 那如果你发觉 是不是这样 你可以试一下 像刚才那样 我们可以试 x加4 乘比 x-4 相乘 相乘 相乘的时候 负4 就是负16 负4 就是负4 x 正4 x 这个就是x2 答案加上 就是x2 这个就是0 减16 也就是这个数 那我们又得出这个fraction 然后3x加6 3x加6 3x加6 其实你可以写成什么呢 2x加3 2乘比x加3 就是3x加6 3乘比x加2 应该这么说 3乘比x加2 那就是3x加6 x加2和x加2 约了 x加4和x加4 约了 答案就会是x-4 是除比3 这个就是simify了出来的答案 我由一条这么复杂的式 simify出来这个 这两个例子就是讲解了 两个分数相乘的话 就是分子乘分子 分母乘分母 就是等于a over b 乘a over c 就会等于a square over bc 如果是相除的话 a over b 可以双弱 双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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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同的答案 这个就是分数相乘 和分数相除的 一些我们叫做 Algibic Method 也是1.1节所讲的 两个Algibic Method 一个分数 或者代数的分数损息 我们称为 我们可以继续下一节 下一节我们就会讲到 加数 即是我们会讲到 两个分数相加 如果我们要to act 这个也是一个definition 大家要记住 to act or subtract 去加或减 去加或减 去 subtract 2 fraction 两个分数 我们加或减两个分数 然后 find a common 我们要找一个common denominator 叫做通份母 即是我们要有一个相对应一模一样的分母 我们称为通份母 什么叫通份母 我们有一条式 例如是三分之一 和加四分之二 我们就会计出 两者是通份母 现在的份母是不通的 如果我们想通份母 我们就会把三 乘比十二 即是最少公佩数 就是十二 所以三乘比四 就是十二 上高一乘比四 就是四 下面这个三 这个四 如何变成十二 就是四乘比三 所以四乘比三是十二 上高二乘比三就是六 就是四加六 就会是十 over 十二 也就是五 over 六 六分之五 就是这里的答案 我们称为一个通份母 即是双加或双减 双减都是一样的 例如我们会有 a除比2x 减比b除比3x 我们也通不了份母 一个二一个三 那么二和三的最少公佩数 就是六 我们就会乘比三 乘比三就是6x 这个就是3a 减去6x 这个乘比2就是2b 所以答案会是3a 减2b除比6x 这个就会是答案 所以分数的双加或双减 的做法 就是我们要通份母 找他们的最少公佩数 或者是一个倍数 我们如何去计算出来 这个就是1.1节里面 我们所讲的一些 algebra method 一个代数的运算分数讯息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下一节 1.2节 我们将会去讲到一个 我们叫做 pastle fraction pastle fraction的意思 我们将一个分数 变成两个分数的相加 即是和上高的 刚刚相反 上高是将两个分数加起来 变成一个分数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将这个分数 变成两个分数的商家 我们叫做pastle fraction 下一节再讲 最后很多谢大家收听我这个video 这是一个广告时间 如果大家对Mass有兴趣 或者英语有兴趣的话 大家不妨可以 送一个email 给我 或者WhatsApp 我亦都有一些 private tutorial 就是私人的tutorial one by one 教你们如何去考试 尤其是A-level的考试 或者DSE的考试 教大家在英文科里面 或者在数学科里面 是拿到更高的成绩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去联络我 多谢大家 Thank you Bye bye Muchas gracias